你們好 今天是11月5日 這裡是國恆電訊的Youtube頻道 這部是華為的Mate 40 Pro 所有的華為Mate 40 Pro系列 我們都可以幫大家安裝Google Play Store 有需要安裝的朋友可以聯絡我們國恆電訊 我們有很多最新的消息都放上來了 你可以看我們這個Facebook頻道 而且我們也有個Youtube頻道 那我們的WhatsApp trustees bör是9796-4328 9796-4328 OK 我們現在裝完這個,我們來試一試 我們這張是完美版的Google Play Store 不會只是Google的警告 如果安裝得不好就會彈Google警告 一開APP就知道會不會彈 我這個是不會彈的 安裝完了 我們開啟 你見不到它會有彈的東西 沒有彈的 這裡沒有彈的 沒有彈Google警告 Netflix都已經升級到最新的region 是7.8 好像是8 這裡是Netflix 一樣是有登入畫面 這個登入畫面 沒有問題的不會彈的 大家最關心的就是 安裝完Google Play Store 華為系統可不可以更新呢 現在試給大家看 剛剛好這裡有一個1.2.5 version 現時是1.1.5 有一個1.2.5 大約是2GB 我們可以用 這數據 是在走5G的 這裡是室內 清衣城 裡面收到5G 下座完畢了 那它現在在這裏 RARIFY OK我們 馬上安裝 12500換 0.0.0.1 A.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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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0.0.2 正在優化 安裝完才更新 安裝完才更新 更新125 因為檔案都很大 差不多2GB OK 進來 OK 我看看 Play Store 打開Play Store 沒問題 我再試下下載 你之前安裝了 那我先刪除 Db 再重新 安裝一次 那條片是一拍過的 好 我們開啟 OK OK 沒問題 開到 之前開不到 我沒試過開 應該是不對 因為要有Google Service 才能用到 OK的 沒問題的 那你進回號碼就可以了 有需要 對了 還有 125 有需要安裝 華為Mate 40系列的 可以聯絡我們個行電訊 WhatsApp號碼是9796 4328 多謝支持 拜拜 拜拜